民国年间 前门廊坊二条 有家金珠店叫聚真斋 主要经营金银首饰和珠宝玉器 规模在京城洪货行里数一数二 这天早上 聚真斋刚一开门 就来了个老主顾 是前汉林院老汉林的三姨太 后面还跟这个小白脸跟班 伙计盲笑脸招呼 三姨太却没搭理他 扫了几眼玻璃货柜里的手势后 才开口问 李掌柜呢 伙计说了句您稍等 赶紧去了后院 李掌柜一听是老主顾登门 连忙来到了前院的铺子 小咪咪跟三姨太打招呼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三姨太问 李掌柜 你这店里除了玻璃柜里摆的玩意儿 还有更值钱的珠宝吗 李掌柜一听 心中一阵惊喜 来大买卖了 便把他让到后堂落座 试探着问 三太太 您想要什么样儿的珠宝啊 三姨太回答说 我想徐莫条项链之类的珠宝 橙色要好 最好是翡翠的 李掌柜愣了一下 说到 现在老翡翠推稀罕了 尤其是大件的项链 价钱都不低啊 三姨太写丑了一眼李掌柜 这个你不用操心 只要东西好就行 有吗 李掌柜笑了一下 三太太 您算是来巧了 刚好有人托我带卖一串翡翠巢猪 要不要丑丑啊 三姨太不动声色 行啊 拿出来先丑丑再说 李掌柜说声稍等 很快从后院抱来个紫檀木的大小儿 打开盖子 从软囊里面取出了一串巢猪 递给了三姨太 三姨太的俩眼立刻被勾住了 这串巢猪全是一水儿的豆瓣绿翠珠 油拇指肚大 颗颗碧绿圆润 每两颗珠子中间用小金片而隔开 以免翠珠相互磨损 巢猪上端坠着五颗红宝石佛头 佛嘴上连着个大翡翠坠子 巢猪两侧 则配了三十颗略小的蓝宝石面珠 下面坠着块蓝宝石坠儿 整串巢猪绿红蓝三色相应 瑰丽端庄 叫人爱不是首 三姨太把巢猪慢慢地放进软囊里 问道 买多少钱啊 李掌柜小声说 不瞒您说 这串巢猪的主儿是公亲王的后人 要是二万块现大洋 其实这串巢猪是李掌柜花八万现大洋收来的 三姨太听后 想了想说 十万我就要了 李掌柜却搓着双手说 三太太 这价儿我可做不了主 回头我帮您问问 明儿给您个准信儿 三姨太答应了 说明儿下午再来 然后就和小白连走了 第二天下午 三姨太再次来到了巨真斋 李掌柜对他说 那主儿死活不改口 就要十二万 您看 三姨太略一丝寸 痛快地答应了 行 就这么着吧 但我有个条件 你考虑一下 要是行 咱就定了 李掌柜一听 忙问 什么条件啊 三姨太回答说 这么多现大洋 我一时也拿不出 只能拿古董来换 让你多赚一头的钱 怎么样啊 李掌柜愣了一下 什么古董啊 三姨太微微一笑 合着你还不知道啊 我家老爷子这些年来 可是收藏了不少青铜器啊 字画啊什么的 渐渐都是值钱的玩意儿 李掌柜点头附和说 那是 可是三太太 您要说红过我还懂点皮毛 可古董这一行 我是个门外汉 一窍不通啊 三姨太听后 撇了撇嘴 你啊 真是聪明人说糊涂话 实话告诉你吧 那琉璃长赏骨骼的二掌柜 早就盯上了老爷子的那些个东西 恨不得全楼走呢 见李掌柜笑了 他接着又说 李掌柜 你不是外人 我也不瞒你 现如今 我家老爷子身子骨 是一天不如一天 老大和老二和起伙来挤得我 想把我扫地出门 我不想空手走人 但总不能把那些个古董带着吧 多麻烦啊 所以就想换成贴身的珠宝 你考虑一下 也不用着急答复 三天后 我打发外面那根斑来 你给个准信儿就成 行就先验货 不行我接着找下家 金珠店又不止你一家 是不是啊 李掌柜心想 不如先硬下来 找那赏骨骼的二柜瞅瞅 东西究竟怎么样 然后再拿主意 就点头答应了 等三姨太前脚刚走 他后脚就去了琉璃厂 一打听 赏骨骼果然专做 夏商周的青铜器买卖 不巧的是金儿没开张 李掌柜这心理就有了底儿 第二天晚上 李掌柜在城里最好的饭庄 包了个包厢 打发饭庄的伙计 把赏骨骼二柜请了过来 见面后 他先自报家门 然后是几句客套话 最后才把这档子买卖 简短讲了一遍 二柜一听 两眼直冒光 恭喜啊 李掌柜 您可是遇上财神爷了 李掌柜听后 连忙摆手说 成不成还两说呢 二柜却忽然压低声音 对他说 李掌柜 老汉林可是四九成 有名的大藏家啊 他收藏的青铜器件件 都是硬货 不瞒您说 我摸过老爷子好几次 可人家愣是不卖 弄得我一点折都没有 这买卖要做成了 您可是两头赚啊 朝珠赚一笔 古董另赚一笔 想不发财都难啊 李掌柜一听 冯提有多高兴啊 他端起酒中说 到时候还得劳您多费心啊 老规矩 要是买卖成了 多赚的钱 有您的两成好处 二柜满口答应了 第三天后上 那个小白脸跟班儿来到了 巨真摘 李掌柜对他说 老贾您转告三太太 我先带个行家过去 瞅瞅东西 接下来的是咱另一 小白脸点头说 三一太说了 您要方便 就今二晚上来瞅 到时候我在后门候着您 这天晚上 李掌柜和二柜 坐着两辆洋车 来到了老汉林宅子后门 李掌柜轻轻敲了三下门 门立马应声而开 小白脸把俩人让进来 悄悄地带到了一处厢房 进门后 李掌柜就发现 里面摆放着 大大小小几十件 青铜器和瓷器 墙上则挂满了各种旧字画 三一太压低声音说 李掌柜 咱可说好了 只能挑四件青铜器 二柜仔细看完全部的青铜器后 对李掌柜耳语说 我已经筹好了 就要其中的四件青铜轨顶一盒炉 上面全都著有名文 光那件轨上就刻着一百多个字 这可是一字千金啊 我估算了一下 这四件青铜器能卖二十万 李掌柜听后 惊呆了 他指着那四件青铜器 说就要这几件 三一太点头答应了 俩人约定 明晚就成交 免得被老汉林发现后 买卖泡汤 在回来的路上 李掌柜心里有些不踏实 问二柜 您确定那四件 全是值钱的硬货吗 二柜郑重地点了点头 李掌柜 您要心里不踏实 把这几样东西云给我得了 给您三成的好处 怎么样啊 李掌柜笑了笑 又问 把东西逃换回来后 卖给谁啊 二柜微微一笑 我说李掌柜 有了猪头 还怕找不到庙门吗 放心吧 早替您安排好了 明儿一大早 我就给上海的 卢吴公司拍电报 这家公司专做 青铜器的出口买卖 只要东西好 他们舍得出价 转身就弄到美国去 人家赚的可是美金啊 李掌柜心里这才踏实了 第二天上午 二柜特意来到巨真斋 对李掌柜说 已经办妥了 卢吴公司回电报说 他们的人三天后就到 李掌柜贝尔高兴 中午请二柜在全聚德 搓了一顿烤鸭 到了晚上 李掌柜拿着用蓝布包好的紫檀木匣 进了老汉林宅子后门 在一间厢房内 小白连燕丸翡翡朝珠后 打开木箱里的四件青铜器 让李掌柜燕 二柜燕丸点了点头 仨人立马巧摸生二的 把箱子抬出后门 搬上后着的马车立马就走了 第三天早上 二柜忽然打发人送来信尔 说卢吴公司的人 已经住进了六国饭店 下午就过来验货 他昨晚不小心着了凉 有些不舒服 就不过来了 二柜还在三交代 对方的出价要是低于二十万 就先甭出售 心急吃不得热豆腐 果不其然 到了下午 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 来到了聚真斋 自称是上海卢吴公司的 进了后堂 李掌柜打开木箱 中年男子仔细看过后 忽然蹲下身子 冲着四件青铜器闻了闻 脸色变得有些怪怪的 问道 这是什么味道啊 李掌柜有些纳闷 走过来也闻了一下 却闻到了一股淡淡的尿骚味 他气声说 怎么会有这种味啊 中年男子却突然问 这几件东西您从哪儿逃换来的 花了多少钱 李掌柜回答说 熟人托我带卖的 中年男子窝了一下 您还是原样不动给退回去吧 全是埋地下用尿浇过的假货 说完 他一脸失望的走了 李掌柜惊呆了 急忙让学徒叫来辆洋车 坐着直奔赏骨骼 他一脚踏进门就喊 你们二贵在吗 里面的伙计却眨拔着眼睛 我们这里没二贵啊 李掌柜一听很惊讶 忙把二贵的长相描述了一遍 那伙计还是摇头 说没这个人 李掌柜一下子慌了 他什么也不顾了 火速赶到了老汉林的宅子 碰碰碰砸响了门 门开后 门房探出半个脑袋 问他干嘛 李掌柜说找三太太 谁知 门房却没好气地说 你是说那个骚狐狸啊 前天跟个小白脸私奔了 李掌柜听后 脑袋里轰的一声 一下子瘫软在了地上 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第二天 李掌柜才慢慢悠悠醒过来 他一个机灵 立马翻起身跑到警局报了案 警察根据二贵的长相查访 发现竟是个打鞭骨儿的 立马赶到乡下逮住了他 警察一阵连下带虎后 二贵就怂了 供出背后真正的主谋 竟是三一太的那个跟班 小白脸 居二贵交代 小白脸叫狗小三 也是个打鞭骨儿的 一年前 他不知怎么认识了三一太 一来二去 俩人居然勾搭上了 狗小三知道老汉林手头 藏了不少值钱的玩意儿 就窜落三一太 弄出几件后远走高飞 谁知老爷子盯得紧 一直没机会下手 他对红货行略懂一二 闻听剧真呆收了串 极为罕见的翡翠潮珠后 和二贵费尽心机 做了这个以物一物的局 为了追回翡翠潮珠 李掌柜给了警察头二 不少献大洋 可一眨把眼俩月过去了 狗小三却一点信尔也没有 李掌柜催了好几次 警察头二干脆躲了起来 他最后只好自认倒霉 再说狗小三 拿着得手的潮珠 带着三一太一气而跑到了上海 俩人在小旅馆腻尾了撒月 狗小三就起腻了 本想把潮珠卖掉后 屁股一拍就跑 没成想 上海的珠宝店老板个个都欺生 可这进而压价 最高才给六万大洋 狗小三赌气没卖 在上海滩虾溜达了几天后 琢磨出了个甩掉三一太的损招二 一天晚上 从外面回到旅馆后 狗小三笑咪咪的说 他在一家洋行找了个差事 还给发一笔安家费 正好拿着去租房 但得家属亲自去领 第二天 三一太高高兴兴的跟着狗小三 到了这家洋行 狗小三和一个穿马甲的小生 嘀咕了几句后 马甲从皮包内取出一张纸 交给了他 狗小三过来对三一太说 洋行要家属签个字 他见上面全是洋文 一个字也不认得 就在狗小三手指的地方 写上自个儿的姓名 并按了手印 完事后 狗小三就把几张花花绿绿的美金 交给了三一太 说他去洋经里那儿报个道 让三一太在另一间会客室等 回头俩人再去租房子 会客室里坐着十几个男人 个个都粘布垃圾的布言语 三一太等了半天 却不见狗小三来找 他觉得有些不对劲啊 就问身边的一个男人 这男人却问 你签字画鸭了吗 三一太点了点头 男人十分惊讶 你一个富道人家 干嘛要卖自个儿啊 三一太听后吃了一惊 忙问这话怎么说 男人告诉他 房间内里全是签了卖生气的人 过几天 就被货轮拉到万里之外的 美国旧金山去挖矿 三一太吓了一大跳 急忙起身朝门外跑去 却发现门已经被锁上了 他这才意识到 自个儿被挨千刀的狗小三给卖了 三一太顿时瘫软在了地上 放声大哭起来 狗小三回到旅馆后 立马搂着翡翠潮珠 巧摸生二的又溜回了北平城 他托人一打听 得知警局逮住二贵后 因再无线索可查 时间一长 案子就搁一边二了 狗小三心里落停了一半 开始找机会卖掉潮珠 不久 张作霖打败了吴佩福 当上了陆海军大元帅 把帅府设在了顺城王府 一天 狗小三听到个好消息 张作霖的二房喜欢珠宝 只要东西好 就舍得花钱 他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这天早上 就低溜着个蓝布包袱 来到了大帅府 监门口站着四个跨盒子炮的卫兵 没敢贸然上前 狗小三远远地观察了一会儿 终于瞅出了门道 但凡女眷进帅府 只要通过门房的那个老门卫 就能进去 他心里历史有了底 见到老门卫后 狗小三客客气气地说 大爷 我是廊房二条一家红货行的外贵 前些日子二太太来到店里 让我给她逃换一串好香链 金耳特意送过来 让二太太瞅瞅 老门卫一听 打起了官枪 二太太回奉天了 你过些日子再来吧 狗小三心想 那得等多久啊 就没话找话 和老门卫套起了进步 聊着聊着 到了晌午饭点 狗小三上附近的饭馆 买了一斤猪耳朵 几张贴饼子 外加一斤烧酒 请老门卫吃喝 酒足饭饱后 老门卫又收了两块现大洋 才终于透了准心儿 二太太后天就回来 狗小三也喝高了 歇过后 晕晕呼呼地离开门房 回家后睡起了大觉 狗小三一觉睡到了傍晚 醒来后 却发现放巢猪的包袱不见了 顿时下出一身冷汗 他找遍了屋里却没找到 仔细一回想 这才想起 和老门卫喝酒时 自个儿把包袱放在了凳子上 回来时忘了拿 狗小三急忙坐了辆洋车 赶到了帅富 见着老门卫就说 大爷 我把个蓝布包袱落在门房了 过来拿一下 老门卫说没瞅见 让他进来找 可狗小三找了半天 却愣是没找到 只好着脸而说 大爷 您老就别逗我完了 一转而是您帮我收了起来 我谢谢您了 不料 老门卫却立马翻了脸 张口就骂 你自个儿把东西弄丢了 反倒讹上我了 信不信 我立马就能叫你蹲大牢去 狗小三一听怕了 忙冲着他又是鞠躬又是坐一 大爷 对不住您了 是我急糊涂了 我回家再找找 说完他转身撒鸭子就跑 回来后 狗小三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包袱明明落在了门房 老门卫却愣说没见着 一转而是被他给魅了 自个儿费劲弄回来的宝贝 一转眼却落在了这个老不死的手里 狗小三越想越来气 越气越不甘心 他盯着屋顶琢磨了半宿 也我就不信了 走着瞧 这天后上 举阵斋没什么客人 忽然进来个奉天老炮 踏进门槛后 就扯着嗓门叫嚷 掌柜的在吗 李掌柜双手一勾 老爷子 您想买点什么 不料 那老炮却俩眼一瞪 怎滴 瞅着你家的门脸儿最阔 合着只卖东西 不买东西啊 那老子走了 李掌柜一听 感情老炮要卖东西啊 连忙拦住了他 吩咐伙计赶紧上茶 老炮从背后拿出个软囊 往桌子上一放 你自己打开瞧 李掌柜陪着笑说 您的东西 还是您打开吧 老炮气红了脸 怎么着 怕我讹你啊 好好好 我拿出来你瞧 说完 他从软囊里 倒出一串 翠绿色的潮珠 李掌柜一看 立马惊呆了 这不是被狗小三 骗走的翡翠潮珠吗 怎么会到 这个老炮手里呢 他拿起潮珠 双眼仔细瞅着 心里却在琢磨 先甭管是什么来路 把宝贝弄到手再说 看完潮珠后 李掌柜把东西装进软囊中 试探着问 老爷子 您想换多少钱啊 老炮儿回答说 你要瞧上了 就来个嘎嘣脆 别击击歪歪的 三千块元大头 不然老子就上别家去 李掌柜一听 知道这是个不识货的棒锤 不慌不忙的说 老爷子 您这串珠子是必预料 不值钱啊 这么着吧 图个吉利 给您一千八 老炮儿趴的一排桌子 两千块 不要拉倒 李掌柜装出一副没辙的样子 说道 好吧 两千就两千 以后您手里要是还有这样的红货 只管来具针摘找我 绝亏不了您 说完 他立刻让账房付了银票 老炮儿把银票往怀里一穿 迈着螺圈腿就走了 拿着失而复得的翡翠巢猪 李掌柜心中是喜悲交价 他以为被狗小三骗走后 就再也追不回来了 没成想 刚过了半年多 居然被个棒锤上赶着送上了门 老天爷总算是开了一回眼 李掌柜叮嘱伙计 不准对任何人提老炮儿来的事 不然立马背着铺盖卷儿滚蛋 就在李掌柜藏好巢猪 刚回到铺子里时 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在叫骂 紧接着 老炮儿一个剑步闯了进来 见着李掌柜后 二话不说 俩手就揪住他的衣领 骂了起来 你个臭小子 敢跟老子玩音的 到手的银票还没五热乎呢 你就叫人下黑手啊 跟老子走一趟大帅服 李掌柜吓坏了 忙让伙计抱住老炮儿 连生儿都问到底出什么事了 老炮儿见李掌柜不像在装模作样 气哼哼地坐下后 讲起了他离开拒真摘遇到的事 老炮儿没想到 一串破珠子居然卖了个好价 心里贝尔高兴 哼着二人转吊吊 晃晃悠悠走回大帅服 这时 他忽然发现身后有人 正要转身气丑 没想到 后脑勺上就重重地挨了一板砖 脑袋里顿时一阵嗡嗡响 就昏倒在了地上 半天后 老炮儿才晕晕呼呼醒了过来 一摸怀里的银票不见了 他气炸了 银票的是 只有拒真摘的掌柜和伙计知道 就立马掉头怒气冲冲地来算账 李掌柜一听 读咒发誓说 老爷子 我要干了这种缺德事 出门遭雷劈 没得好死 老炮儿却不吃他这一套 关老子屁事啊 老子的银票谁赔啊 真是秀才碰到兵 有理说不清 李掌柜急忙说 你要不信 咱们这就去巡警娄子 老炮儿一把拉起他 走就走 在警局 老炮儿找到了警察头子 说他是大帅府的人 警察头儿不敢怠慢 忙问出了什么事 听完老炮儿的讲述 他瞅了一眼李掌柜 提醒说 老爷子 您好好想想 除了拒真摘的人 还有谁知道您来卖东西啊 一句话提醒了老炮儿 他琢磨了一会儿 忽然嚷嚷起来 没准是那小子干的 接着 他也不避讳 讲出了得到潮珠的经过 李掌柜听后 大吃一惊 立马对警察头儿说 这人就是狗小三 警察头儿一听 这还了得 狗小三居然开始露面了 环霞黑手 吓到了大帅府人的头上 他立马命警察四处巡查 却始终没见着狗小三的人影 老炮儿一个大子没落着 还挨了一板砖 哪里肯罢休 隔三差五上警局嚷嚷 要他们尽快逮住狗小三 追回他的银票来 警察头儿没辙了 只好来找李掌柜 李掌柜明白他的意思 只好拿出了五百块大洋 老炮儿总算消停了下来 几年后 张作霖吃了败账 又缩回了关外 民国政府也迁都南京 有钱人全搬了过去 廊坊二条的红货生意一落千丈 再加上市面上不太平 李掌柜怕出岔子 听说洋人的银行有保险柜 就把潮珠悄无声息的 存进了英国汇丰银行的保险柜 随后又雇俩武师看守铺子 以防万一 时间一晃就到了民国二十六年 日本人打进了北平城 组建了临时政府 还成立了个搞奴化教育的新民会 在廊坊二条古道什么珠宝分会 几个汉奸多次上门找李掌柜 请他出面当分会长 李掌柜以年是以高为由推调了 这年冬天 日本天皇派的俩特使在六马时 突然遭到枪杀 一死一伤 几个刺客得手后 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有人看见 其中一个刺客是个马脸 宪兵司令急了眼 下令全程戒严 见着马脸就待 搞得老百姓不得安生 一天晚上 举阵斋职业的武师刚要躺下睡觉 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他只好起来打开了门 只见呼拉一下闯进来一大帮宪兵 一个汉奸挥舞着手中的盒子炮 逼问李掌柜呢 武师害怕了 连忙指了指后院 汉奸立马和宪兵冲进后院 找到李掌柜后 二话不说 就把他抓走了 李太太吓得慌了神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第二天上午 宪兵队再次冲进巨针斋 把铺子里的伙计全抓走了 就在李太太六神无主时 家里忽然来了个人 自称是新明慧的 说有办法能救出李掌柜 条件是他得出马当珠宝分会的会长 李太太一听 急忙让座上茶 迫不及待地问 先生有什么办法 这人喝了一口茶 不慌不忙回答说 我是李掌柜的朋友 听说昨夜被宪兵抓走后 一大早就去了趟宪兵司令部 并在大牢里见到了他 一问才知道 原来是有人告密说 据真摘窝藏刺杀日本特使的那个马脸刺客 李掌柜是个本分的买卖人 怎么会窝藏刺客呢 一转而是有人在栽赃陷害 临走时 李掌柜小声对我说 家里藏着一串翡翠巢猪 值不少钱 让我赶紧来找您 把东西麻莲送给宪兵司令 说说好话 早点把它救出来 您也听说过 宪兵队的大牢可不是人带的地方 十个人竖着进去 就有九个士横着出来的了 李太太到底是女人家 一听就吓破了胆 见这人说得有鼻子有眼 又带来了当家的口信 急忙到了汇丰银行 把潮珠取出来交给了他 这人又说 阎王好说小鬼难缠 除了司令之外 还得打电一下上上下下的小鬼 李太太又拿出了一笔钱 这人临走时说 李太太您就踏踏实实等我的信儿吧 不出三天 李掌柜和伙计一准全虚全尾地回来 到了第三天 铺子里的伙计果然被放了出来 各个被打得遍体鳞伤 却唯独不见李掌柜回来 李太太心里着急 急忙跑到新明会找那人 谁知一连好几天 却始终没见他的人影 一个伙计问这人叫什么名字 李太太却说不出来 就把他的长相讲了出来 伙计一听 大吃一惊 这人叫狗小三 是个骗子 十多年前 就是他设局骗走了掌柜的一串潮珠 李太太听后 肠子都毁清了 当家的生死不知 还让人把最值钱的宝贝给骗走了 这可怎么办啊 一天后上 李太太正在案子垂泪时 前院铺子里忽然来了个小伙子 指明到姓要见他 见着人后 李太太却并不认识他 他问小伙子有什么事 小伙子小声说 太太 李掌柜让我来告诉你一声 他还活着 让您放宽心 李太太一听 是又惊又喜 急忙问人在哪里 小伙子却笑了笑 回答说 李掌柜让我先不告诉您 等郭阵子伤好了后 他自个儿会回来的 李太太听后 这才放了心 撒月后的一天夜里 李掌柜果然巧莫生儿的 回到了家中 夫妻相见抱头痛哭 之后 李太太问李掌柜 他是怎么从日本人手里逃出来的 李掌柜长叹了口气 这才讲得出来 在宪兵队 一个日本人 要他说出 马脸刺客的藏匿之处 李掌柜一听 十有八九是遭人陷害 急忙分辨说 自个儿压根儿就不知道 这档子是 更不认识什么马脸刺客 要是不信 铺子里的伙计都可以作证 日本人根本就不听 让打仇对李掌柜严刑拷打 静生生把他给打得没了气儿 然后扔进了永定河 也该李掌柜命大 被一个车马店的掌柜发现了 从河里捞了上来 一摸心口还有点热乎 急忙拉回车马店 请来先生医治 把他从阎王店里拽了回来 听完当家的讲述 李太太一脸愧疚 说出了狗小三骗走翡翠潮珠的事 李掌柜听后 缺一点也没着急上火 反过来劝他说 那串潮珠就是个招货的根啊 在车马店养伤时 我琢磨来琢磨去 陷害我的人十有八九就是狗小三 还真猜着了 算了吧 既然斗不过他 那这个哑巴亏我认了 这些天来 我算是明白了个李二 命比钱财更重要 明儿我打算把铺子弹出去 回河北老家 安稳过几天舒心日子 李太太听后 十分纳闷啊 当家的 反正潮珠已经没了 那你还怕什么啊 再说了 你把铺子弹了 今后咱靠什么吃喝啊 李掌柜却来了剧 回去再说 第二天 李掌柜就辞退了伙计 把铺子建架盘给了别人 雇了两驼轿 和李太太回老家去了 一路上 李太太赌气不搭理李掌柜 她想不通 当家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一年后的一天 李掌柜的一个老伙计过来看她 无意中说起了狗小三 她带着老婆闺女 在上海开了家筹断状 却被一个娘们给算计了一把 李掌柜听后 愣了一下 问是怎么被算计的 伙计说 听跑上海买卖的人讲 去年有人给狗小三的闺女做美 南方是一个银行家的三小子 还买了个公馆做新宅 狗小三一听是求之不得 阴银行家的夫人身子不舒服 老两口一起回老家养病去了 婚室油管家负责 办完洗事后的第三天 狗小三在家等闺女来回门 谁知左等右等却不见人 她只好上姑爷家去问 却发现公馆里空无一人 桌上放着封信 狗小三拆开一看 就傻眼了 闺女被一个叫潘太太的绑架了 索要五十万赎金 狗小三急忙去找亲家商量 不料 那银行家听完后 十分纳闷 说道 我只有一个儿子 而且早就成家了 你是不是被拆白党给算计了 狗小三一听叫苦不迭 怕拆白党撕票 没敢报案 就按信封上的地址去找潘太太 想还几天再交赎金 谁知却被一帮黑衣人扣了下来 狗小三老婆收到勒索信后 一点辙也没有 只好拿出全部的家当赎回了闺女 而狗小三却要无音信 李掌柜听后 问这个姓潘的女人是什么人 伙计回答说 听说是个青帮头子的拼头 年轻时找了骗子的道 被拐卖给了洋贩子 不知他使了什么手段 居然没被弄到国外去 而是当了舞女 后来才帮上了这个青帮头子 第二天 等伙计走后 李掌柜突然提出要搬家 李太太一听 满脸的惊讶 好端端的 搬什么家啊 李掌柜回答说 这事回头再给你细说 我先去临县找房子 回来就搬 说完 他就抬脚出了门 李掌柜刚走出院门 却见一辆小汽车开了过来 嘎吱一声停在了门口 从车上下来一个 妖力妖气的墨镜女人 还有俩黑衣男子 拦住了李掌柜 李掌柜一脸愈怒 你们想干嘛啊 那女人忽然开口问 李掌柜 您还认得我吗 李掌柜瞅了几眼女人 觉得有点眼熟 却想不起来是谁 女人取下了墨镜 她仔细一瞅 不由得愣住了 居然是三一太 李掌柜冷冷地问 你来干嘛 三一太笑咪咪地回答说 听说您不开买卖了 在老家想轻浮 特意过来看看您 怎么 不欢迎啊 李掌柜来了剧 那我谢谢你了 你来的不是时候 我要出去办点事 三一太笑了笑道 李掌柜 你可能还不知道 我也被狗小三骗了 被卖给了洋贩子 不管怎么说 当初那件事 我做得不厚道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就别记恨我了 今儿我有件东西 请您掌掌眼 完事后就走人 怎么样啊 李掌柜只好恩了一声 扭头就进了院门 三一太紧跟着走了进来 俩男子立刻拔住了院门 落座后 李掌柜问是什么东西 三一太从包里取出了个软囊 李掌柜取出里面的东西 却一下子震住了 竟是被狗小三骗走的翡翠巢猪 不由脱口而出 这 三一太笑了笑道 李掌柜 我实话是说 东西是从狗小三手里弄过来的 我家老头子打算送给一位军政要人做受理 可是 上海的几位行家看过后 有说是真的 也有说是假货 这串巢猪您最熟悉不过了 您得好好瞅瞅 究竟是真是假啊 李掌柜心中明白 自个儿的怀疑没错 三一太就是算计狗小三的潘太太 她瞧了几眼巢猪 摇头说 除了晶片是真的 其余的全是假货 三一太听后 说了声谢谢 立马起身走出堂屋 坐上小汽车一溜烟走了 赶回上海后 三一太立刻命人 对狗小三又是一顿毒打 逼她说出潮珠的下落 谁知 狗小三却还是那句话 潮珠是她亲眼瞅着李太太 从汇丰银行取出来的 得手后 没动过一根手指头 三一太见狗小三死到临头还在骗人 气坏了 让人把她白送给了洋贩子 第二天就被货轮运到美国旧金山 卖苦力去了 真的潮珠呢 跑哪儿去了 三一太西医回想 突然转过弯而来 要是狗小三说的是实话 那么她拿到手的潮珠 十有八九早就被李掌柜做了守教 想到这里 她立马派了四个地痞流氓赶往河北 想尽一切法子 把李掌柜弄到上海来 可等这四人赶到李掌柜家时 却发现屋里已是空无一人 三一太听到消息后 两手就把假潮珠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心中贝尔绝望 这下算是彻底完了 老头子之所以看中她 完全是冲人那串翡翠潮珠来的 如今弄得鸡飞蛋打 什么也没捞着 老头子一准不会放过自己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